彭佑中央是禁止政治 人物遭到台南市 文娃選報說在今年這段時間 這個廟室 天發紅包 暗後所有民眾發揮 曾這個蔣薇齊莎 在學家中央講的頭前 有不同的議員 請在往地發紅包 現場拜登也拍得很熱鬧 文娃讓人質疑說 這是不是彭佑的看法 我們來臨調出 今天台南學家這間廟頭前 這是曾拜登的紅包 但為了風鞋 中央已經禁止 正在林武遭到台南市 也要求宮廟就不能在春節期間發紅包 所以有台南市沒有統一的議員 謝蔡宛 第一章發紅包給鄉親 也讓這次的變成是風鞋的破口 甚至有民眾這次是議員 為了酒驗要選舉來破路 議員會議員發紅包是這十年來 因為一年都有的 蘇聯外島 不是早餐 也讓他說 對著要拿他早餐選舉 婆羅這種功法不是真的 廟方也強調 所有的規定都符合在規定 民眾一定要掃視連坐 也要保持得最高的鼓勵 廟方表示 我們紅包的外島 為起廟以來就有了 當年紅包的人所帶有三百多人 不過鼓勵都有休息 台南市有先救表示 因為這是議員個人的行程 不算早餐 跟上廟方有配合的規矩 從不了解不算的違規 記者 王劉廷丹 憲坤 綜合報得